那你这三年 可难了 那后来那个收益受影响了吗 哪有收益 没有收入啊 没有收入 就硬挺着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这在前门刘老根大舞台呢 遇见了这位河南的小伙子 小伙子2019年一毕业就来到北京 正好赶上三年疫情 这放开后呢 和同学出来转一转 咱们听听小伙子都说了些什么 做教育的 本人的教育 这次洋了吗 已经好了 那一样我们也是洋康 所以现在人都是一次性用品 都成加好品了 真是 北京干多长时间了 北京赶上第三年了 那正好都赶上疫情 三年疫情 都赶上了 都赶上了 哎呦 供始终 那后来上着班呢吗 上着呢 上着班呢 那还不错 太难了 大学毕业第一年就来北京 就来北京了 2019年12月到北京 对 12月20多号疫情爆发 没错没错 那你这三年 可难了 那后来收益受影响了吗 都 哪有收益 没有收入啊 没有收入就硬挺着 可能就有点这个普通的活吧 普通工作 然后一直坐着 哦 就是做一些普通的这些事啊 哦 也是教育相关的 哦 后来这个慢慢的就好了 有真不容易啊 像你们 现在 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那时候 班毕业工作会好找 没错 慢慢会好了 一个工作会好找 一个收益呢 相对还会稳定一些 因为我们 要是人肉活动的时候 可以有工作的这个 对 途径可以去工作呀 对对对 可以做些别的事情 小伙子是哪儿的人呀 老家河南 河南的 姑娘呢 甘肃的哈 哦 真不错 那正好 这个疫情也结束了快 苦尽甘了 苦尽甘了 好好工作吧 好好干 好吧 好 北京那儿 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好吧 是 大好前程 等着你们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再见啊 祝你们都好 小伙子聊聊几句话 代表着他们心酸和无奈 我想这代表着 许多人的心声 作为年轻人 到北京来打拼 都希望有一个 灿烂的前程 可残酷的现实 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好在疫情 就要过去了 祝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在此 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如愿健康